选战焦点就要带您来看到台北市长选战可以说蓝绿白持续是在走立线 而近来呢不少民调也都显示了民进党的陈时中支持度下滑 归咎这原因呢从8月底开始先是林志坚论文案 再到呢免治马桶广告还有道徒争议 再到政二代团队等等都让陈时中是疲于奔命 但是话题是一多今年的选战似乎不如以往来的这 恐怕这原因也跟配角比主角详细有关 但是虽然如此了根据绿营分析了 从10月份开始呢有国庆活动还有国境解封 再到这是中共的二十大绿营渴望重新来掌握议题主导权 好另外也有学者分析了说在这个绿白厮杀之下呢 其诚实中能够因此被动得力 反倒是讲万安后续要担心是绿营支持者弃权保皇会冲击到选情 我对此讲万安是一派轻松 他说这是陈时中应该要烦恼的事 好至于无党籍的黄珊珊 虽然她虽然在新闻热度上不及另外两位对手 但是主打政策对决超越蓝绿 让她有机会来一拼第三势力盟主地位 一起动起来 一起拼未来 待前却冒骑上电动车准备出发 民进党被为机逃参选人 首次大集结由双北主揪 台北上参选人陈时中 更当其领头羊 或许是近期风波让绿营选情告急 民进党双北前几天才合体 如今扩大造势 参选人台上致辞 更不忘互相拉台 民进党打出北北极桃联合作战 长地还特别选在新北 难道是因为新北市场参选人林佳龙选情比较紧绷 林佳龙进地主之情 特地带上议员参选人上台致辞 而前一天陈时中专访被问到仇恨之高 他以好学生会被鸡蛋里挑骨头来比喻 都没有做事情的人最喜欢用负面选举 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攻击 蔡世英获得第十二次的优秀立委 同样的道理 我前任的这位立法委员 屡次被公渡门评为出席率最差 执行率最差 表现最差的立法委员 北北极桃共荣共好 好学生提议让参选人们各自捡到枪 要证明自己是优良学生 不但秀出成绩单 炮口也一致对外 记者张嘉玲成员体SNG小组新被通报道 而近来在这国民党的南投县党部出现了 有民众党的南投县党部主委参选县议员的看板 和许淑华合体来勾挂 引发了外界热议 难不成南投县是蓝白阵营在合作吗 对此民众党参选人简千祥说了 这是南投市最美风景 国民党则说这房屋外墙属于房东所有 他们无从来干涉 但是对此许淑华则表态了 他一定会积极争取民众党支持 车赖车网的十字路口 国民党南投县党参选人许淑华 和同党市长参选人合体看板 刚挂在民宅外墙非常醒目 这里是国民党南投县党部 挂自家参选人广告很正常 不过许淑华个人看板旁边 却出现民众党新员参选人简千祥的看板 引发地方关注 难道蓝白两党阵营决定携手合作吗 那这次呢民众党在南投县 没有提出县党的人选 我一定会积极努力的争取民众党 对我的支持 看板挂在哪里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选贤与能 许淑华表态会争取民众党支持 绿营则是冷处理 而国民党南投县党部 就办公大楼被把拍后 去年才搬到南投市区这处民宅 当时简千祥的看板已经挂好 但国民党人决定乘租 才会出现蓝白意外合体的情况 这个是蛮意外的 其实是因为看板是我们先放的 以民众党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排除任何形式的合作 意外两个人的看板就这样合体 有什么样的感觉 呃 这是南投市最美的风景 这个外墙的看板啊 权力还是属于房东先生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干涉 房东要住给谁 国民党加民众党加起来也是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以我们选民来讲 我是觉得心中想选谁 跟那个招牌 我觉得没有很绝对的关系 选战倒数南投蓝绿对决 蓝白参选人看板合体 在地方上引起热议 虽然双方阵营都说是无心插柳 但关键时刻 民众党挺谁 也将牵动选情变化 记得微笑语南投报道